一切悲劇的開端 從小英誕生在魔術師家席下就開始了 出生在原版家的她跟姊姊凜一樣 有著極為優秀的魔術天賦 只是 在魔術師家庭有個非常遺憾的事實 每個魔術師一族代代相傳的魔術刻印 只能有一個人繼承 為了不讓優秀的才能被埋沒 或是說為了增加原版實現一族宿願的可能性 在小英五歲那年 她的父親原版時辰 把她過戶給跟原版家 同為聖杯戰爭玉三家的姊童家 這個本意不壞的舉動 卻讓赤女英有了極為悲慘的命運 姊童家的魔術為水屬性 小英身上的魔術卻為虛速屬性 為了把小英改造成符合姊童家的魔術 姊童家的大家長姊童障眼 把年幼的小英丟進刻印蟲堆進行改造 這些蟲子鑽變了身上各個部位 甚至入侵到神經系統 在開始的三天 小英只能不斷的慘叫 到了第十天 小英已經崩潰到連一點點聲音都發不出來 她頭髮的顏色也從原本的合色 被改造成姊童家的紫色 障眼會這麼做的原因 除了要改變小英的體之外 還有兩個目的 其一 為了第五次聖杯戰爭的勝利 她將她得到的聖杯碎片塞進了小英的體內 將她改造成小聖杯 其二 隨時監視著小英的行動 一旦不聽話的話 有必要就直接處理掉 對於小英來說 如果是從強寶時期就被送入尖童家鬧到還好 這樣的話她就不會崇拜自己的姊姊 不會對自己的姊姊產生忌妒 不會知道正常的事件長什麼樣子 但很遺憾 她是知曉了幸福才被打入這個地獄的 所以 本來就不屬於開朗的陰變得更加陰沉 她黑暗的一面也就此誕生 另一方面 尖童家的長子聖二 她認為自己是被選上的一族 縱使開始沒落 但仍是極為特別的存在 在最初 她對這個多出來的妹妹相當不滿 她不希望家族中混入一擊 但在她發現這人只是一個 話不多 平庸有如看家狗程度的人後 便對小英開始產生同情 這份同情滿足了她小小的自尊心 這時候的她 倒是真的有把小英當成家人疼愛 可惜 在她知道了地下室的秘密後 她才知道自己才是那個沒被選上的人 這個事實讓她徹底崩潰 之後 小英對她的美句道歉 更刺激了她那不堪的自尊 為了維持尊嚴 她開始把小英當成自己的所有有物 平時言語霸凌、戲弄也就算了 她還藉著小英需要男人的身體 把她當成謝譽的工具 而被這麼對待的本人 一方面是真的需要男性的精益 另一方面 小英覺得是因為自己 才讓哥哥變成這樣的 所以也默不作聲 這樣的一個互動 讓這兩人的關係變得更加扭曲 小英之後會有所改變 有一個很重要的契機 就是她認識了名為衛公四郎的存在 最早注意到四郎 是她在國中時期的某一天傍晚 她看到了一名很傻的少年 不斷挑戰跳不過去的高度 起初 她只是希望這名少年失敗 但是 看著看著 卻發現這名少年 只是想確認自己跳不過去的事實 就用了整整三個小時 她的憨職讓這名少女 對這名少年產生好感 認為她一定是一個正職值得依賴的人 到了國三那年 在障研的命令下 小英開始每天前往衛公家 照顧受了傷的四郎 剛來到這裡的她 還是那個非常怕生 無口屬性的少女 而且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但是 隨著與四郎和藤姐的相處 她逐漸找到了溫暖 本來從她臉上消失的表情也重新出現 對各種家務事也越來越年熟 就在有一天 她第二次從她重要的人手上 收到了珍貴無比的寶物 對小英而言 唯有在衛公家的時光 她才能像人一樣 好好活著 時光飛逝 小英身上高中 本以為一成不變的日常 卻在四郎手上出現另一周後 完全打破 她知道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 這名學長將被牽扯進 多麼糟糕的非日常 在四郎的命令之日的前兩天 小英就以自己的身體當作媒介 召喚出跟她有很多共通點的寵者 Rider 能一度殺 以一條令眾為代價 製造出偽城之書 將MAX的權限轉讓給聖惡使用 會這麼做的是因為 除了聖惡的要求外 主要是小英她不想參戰 目前還正常的她 是不可能跟四郎交手的 因此 在戰爭初期 小英能堅定做個旁觀者 而拿到Rider的聖惡 則開始狂妄 不但讓Rider襲擊入人補充魔力 還很自以為的向Saber發起挑戰 沒想到 交手不到兩下 Rider 就被秒殺 會變成這樣 完全是因為聖惡實在太過無能 太沒有魔術才能 可這人並沒有檢討自己 反倒找小英出氣 怪她怎麼召喚出一個廢物 氣筒上的聖惡 打了小英巴掌 還拿她來謝譽 被這麼對待的本人 雖然早已習慣了哥哥的這些行為 想裝出什麼事也沒有 但臉上的傷 並不會就這樣消失 這麼明顯的紅腫 四郎一下就注意到 為了保護小英 四郎在和靈討論後 決定讓她住在自己的家裡 這做法不是不好 只是光是這樣 並不能解決小英的真正問題 住在這 確實能讓她不用繼續受聖惡欺負 and可以究竟保護 但最大的問題是 她魔力嚴重不足 不足到頭昏眼花 讓她撞東撞西 甚至會在浴室暈倒 魔力不足的原因 除了克陰蟲在作祟外 最主要還是 小英身為小聖杯的技能 開始啟動 為了解決魔力不足的問題 小英也開始無意識的放出黑影 讓這混有聖杯人格的另一個自己 到處捕食人類 被她吃掉的這些人 表面上被當成氣爆處理 掩飾得很好 所以四郎剛開始並沒有懷疑 兇手就是眼前任命 跟自己這麼親近的人 而小英本人雖然不清楚 自己到底做了什麼 但可能還是有隱隱約約的感覺到吧 所以才會在聖惡挑釁後的當晚 主動找四郎聊天 一方面想確認四郎是不是跟自己有類似的處境 一方面問道 四郎則是回答 光是這個簡單的約定 就讓小英知道 自己不論做了什麼 都還是會有一個人好好的看著她 原諒她 這個事實讓她感到安心無比 所以 好可憐 先輩 就好 然而事態並沒有好轉 每當黑影回收一個從者 小聖杯就會逐步啟動 這讓小英漸漸失去 作為一個人的機能 不只如此 在聖惡挑釁那邊 由於小英有答應過聖惡 什麼都聽她的 所以 她只能再次使用令咒 製作偽城之書 召喚Rider供聖惡使用 令小英沒想到的是 這人只因為想讓四郎 常常苦頭就把自己綁架 好讓四郎怪怪被揍 在這單方面的痛苦中 想要幫助小英的Rider 從頭到尾都只做得到 不被聖惡懷疑的程度 所以她在最後 故意把四郎打到聖惡旁邊 讓四郎幫小英脫困 變成現在這局面 聖惡更加惱火 惱火到她真的打算殺了四郎 就在她用書下令的下一刻 令和Archa從窗戶闖了進來 或者更是一刀把本來要出手的Rider擊倒 Rider倒地 人質被救原版登場 看著這劣勢 聖惡本來想用書做最後的掙扎 但下一秒 書卻在她眼前完全燒毀 Rider也回到了真正的主人 兼童英旁邊 至以至此 聖惡完全放棄了 陷入絕望的她破壞小英的耳士 讓後者的魔術陷入暴走 打算讓她用甘魔力而死 為了填補小英失去的魔力 Rider啟動能夠吸收魔力的結界 以及她的魔眼 封印住眼前這些人的行動 正以為萬事休以時 靈的眼前忽然出現小英的魔術 為了保護靈 四郎毫不猶豫地擋在前面 其結果就是讓自己被刺穿 看到這畫面的小英 覺得自己傷害了最重要的人 這使她的精神也開始一起暴走 她讓自己的魔術攻擊了自己 造成了兩邊雙雙掛材的局面 被送到教會的小英 本來已經面臨生死邊緣 但是 在嚴峰祈禮的努力下 硬是扭轉了這局面 她為了自己的目的 犧牲了大量的魔術科硬 去除了小英體內絕大部分的科硬蟲 避免了小英會立即死去的命運 只是 光是這樣 根本原因完全沒有解決 只要她體內還有任何一隻蟲 那這次的暴走情況也一定會再次發生 到時候 傷害的對象就很有可能變成普通人 知道了自己狀況的小英 為了避免自己被姊姊殺掉 她逃了出去 但 她能逃到哪裡呢? 無助的她逃到一半 只能蹲在雨中獨自哭泣 自己明明知道所有的事 卻故意隱瞞四郎 未來還有可能殺人 更糟糕的是 她連自我了結的勇氣都沒有 強烈的自我厭惡在她心中泳罩 這時候的她 一方面害怕再也無法接觸四郎 另一方面 卻又覺得自己配不上四郎 所以不惜說出了 試著拒絕四郎的溫柔 面對小英這說詞 四郎只是毫不猶豫地抱上去 這時候的她 早已下定決心 要成為之屬於小英的 正義的夥伴 不論小英說什麼 她都決定牽起這雙無力的手 與她一同前進 當天晚上 小英提起些微的勇氣 害羞地跟四郎要一點血來止住飢餓感 但是 這麼做的她 完事後又覺得自己玷污了四郎 再度陷入了自我厭惡 現在 她還是沒辦法完全跨過心裡的那個門檻 隔天經過了這些事 四郎決定好之後的方針 她希望小英能獲得這場聖杯戰爭的勝利 好利用萬能的許願機來消滅小英體內的蟲子 而目前聖像還能夠聯手的對象 只有伊莉亞那組 所以四郎就獨自前往伊莉亞的所在地 而被留下來的小英 身體再度發作 只靠前一天的吸血 根本滿足不了她現在的身體 所以 她只能靠著自我安慰來稍微舒緩身體的飢餓感 在她正在洗手時 忽然冒出了要把四郎綁住的宣言 可在下一秒 她又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麼想 會這樣 是因為她的黑暗面開始藉著小聖杯覺醒 而這也意味著 這人格將逐漸侵蝕善良的小英 當晚 看到回家的四郎 不但右手受了重傷 還帶了兩個女人回來 其中一個還是一隻很嫉妒的姐姐 這情況讓小英相當動搖 不只如此 她無意間聽到了 林跟四郎的對話 得知了自己的姐姐也跟四郎有共同的回憶後 她害怕 連這一點點 只屬於她的回憶 都不再是屬於自己 都被姐姐搶走 這份痛苦 讓小英下定決心到四郎的房間 希望能跟四郎創造出 只屬於他們的回憶 在四郎轉身時 小英主動抱了上去 跟四郎確認 他到底對自己是怎麼想的 在四郎回答出他想要的答案後 兩人總算有了第一次的 身體與身體的重合 只是 在這份撐不上多開心的心愛中 四郎隱隱約約的注意到了 另一個小英的存在 以上就是這期節目的上半部 如果要一次做完的話 時間會拉得太長 所以分成上下兩半 在這次的劇場版中 有很多細節和內容都被改動 比方說 四郎和小英第一次發生關係 在原作中 是四郎追回小英的那玩就有 只是當時比較偏向情欲的流動 而電影中則是改成 小英害怕失去四郎 所以才會有這動作 這樣改動 能讓這段不再只是三情 還有一股悲傷感 而另一個也是這方面的改動就是 四郎做春夢的部分 這邊本來四郎從頭到尾 對象都是0 原作會這樣安排是因為 想要告訴玩家 這時候四郎愛慕的對象還是0 可是呢 在動畫中春夢做到一半 對象就變成小英 會這樣 當然是因為動畫製作組 是鋼鐵英粉 希望這條線上的四郎 從這時候開始 就已經喜歡上小英 才會有這樣的改動 當然 全部的改動不止這些 想要知道更多的細節的話 可以跑遊戲或是 看漫畫吧 好了這期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這期節目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訂閱數夠多的話 保證在下星期三前完成下半部的內容